当地时间15号 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哥伦比亚推进落实和平协议 中方代表表示 中方期待并相信哥伦比亚各方 在总统佩特罗和哥伦比亚政府的带领下 坚定落实协议的决心 克服各种困难挑战 在建设和平的进程中形成强大和力 最终实现国家全面稳定和平和发展 中方建议哥伦比亚不断释放发展红利 不断巩固和谈成效 不断加强安全保障 中方支持哥伦比亚政府 落实好解除武装组织和打击犯罪团伙的政策 在缺乏有效控制的地区 加大安全力量部署 更好保护前武装人员 妇女儿童 少数族裔等脆弱群体 2016年 曾是哥伦比亚最大反政府武装的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与政府签署和平协议 结束双方长达50多年的武装冲突 但其部分成员另立分支 持续袭击政府军 使和平谈判陷入僵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